华泉小村 位于江西省龙虎山风景区 龙虎山是世界遗产 其山川之玉秀和绝佳的灵气 更是道教的发源地 目前已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自然遗产 及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 在总面积250亩的小村里 您可以看到艺术家们 现场绘制和创作中国山水画 陶瓷 木雕等多种传统艺术品 在中华文化金社中 用互动方式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 美术博物馆中 还有品鉴独特的收藏艺术品 华泉小村是艺术家 音乐家 电影人 作家进行创新交流与合作的社区 我们在这里学会反省思考 创意学习和自我表达 用体验式的课程 来启发和唤醒灵魂 这里也是中国各地艺术家 与音乐家们的世外桃源 250米的奇迹之墙 包含世界各地艺术家 创作的65幅壁画 画出生命中的每个片刻 静静欣赏大自然的美丽 寻找内心平静 在中华文化经社中 以科技互动的方式 让大人小孩都能有趣地 探索了解中华文化 领会如何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由音乐大师刘家昌老师 所捐赠的美术博物馆 记录了当代中国画家的画风 刘老师相信 后代子孙们百年后回头看 一定很有意思 王永庆纪念馆 纪念了21世纪 台湾著名企业家与慈善家 台素企业创办人 在生之时即被称为经营之神 事业有成后 即兴建学校、医院 在内地贫困地区 捐赠了4300所名德小学 受贿近300万孩童 并提供奖学金 捐赠电子耳给耳聋孩童 他的慈善精神 是中华文化 真善美的最佳表率 在音乐博物馆 获得终生成就奖的 音乐大师刘家昌 保存了他许多珍贵的 黑胶唱片、CD和照片 让爱好音乐的您来场音乐饗宴 在这里 有21间半开放的艺术文化教室 开办中医、武术、茶道、瑜伽等课程 同时有可容纳1800人的大会堂 在学习的同时 也可以欣赏秀丽的湖光山景 传统中医 利用针灸、爱灸及推拿 恢复身体内部平衡 在华犬小村 中医与艺术 也被用来作为治愈的手段 演武禅堂武术 源于少林功夫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 和最著名的武术流派 借由培养能量的流动 增强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四大茶道之一的禅宗茶道 透过精心编排的茶叶准备过程 让泡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调节心态和尊严的同时 也将禅修融入到实际应用中 坐落于龙虎山、宜泥的美景旁 瑜伽市是您恢复平静和安宁的绝佳场所 在青山绿水的大自然氛围中 哈他瑜伽、流瑜伽和英瑜伽等课程 可以治愈您的身心 在三条艺术场街里 一百多间画廊、工作室 及艺术主题商店在此云集 包含中国画、书法、陶瓷、木雕、中国乐器、伴手礼、有机古物和茶叶等 除了艺术文化的洗礼 与华泉小村共存的龙虎山风景区 更是不容错过的地点 龙虎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 山水天成、美轮美奂 素有道教仙山之美誉 艺术主题的画廊酒店 展示各类名家的艺术作品 当地特色美食、咖啡馆、爵士音乐酒吧等 尽在华泉小村 华泉小村不仅融合艺术、音乐、文化和养生 更将理论知识与哲理教学结合 应用于实地体验式的学习 在青山绿水环绕下 希望与繁杂竞争的物质社会 提供人们一个文化、艺术、心灵上的香格里拉 获得内心的宁静 达到真、善、美、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华泉小村 欢迎您的光临 灯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